根据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今天发布的数据 美国房屋抵押 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 已经来到了7.08% 而上一次的利率是超过7% 这还是在2002年的时候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自本年度8月下旬以来 抵押贷款利率几乎每周都在上涨 并且自今年年初以来 翻了一倍之多 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提高利率 以遏制飙升的通货膨胀 推动了抵押贷款利率的快速上涨 央行加息 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以及好坏参半的经济前景 共同使得抵押贷款利率 在过去几个月中 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卡特表示 利率上升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停滞不前 随着通膨的持续 消费者每时每刻都看到更高的成本 导致本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进一步下降 而根据房地美的数据 平均抵押贷款利率7.08% 是基于对于首付20% 且信用分数良好的借款人的 常规购房贷款调查 但是许多首付较低 或信用分数不高的买家 需要支付更高的利率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去年此时 一位买家39万美元首付20% 并以30年期平均利率 为3.14%的固定贷款利率 为其余部分的融资 它每月的抵押贷款还款额 为1,339美元 而现在以7.08%的平均贷款利率 购买相同价格的房屋 房租每月需要支付 2,093美元的本金和利息 每月将多支出 754美元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 抵押贷款需求目前急剧下降 申请速度为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夜内人士指出 此时准备入手的买家 可能会看到更低的价格 并且有一些讨价还价的地气 但买家也必须认识到 抵押贷款利率 给住房成本带来的巨大影响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